其实农业本身大有可为 我发现最近这几年 把精力过多的放在引进企业 引进制造业 中国的农村的发展 还得眼睛盯上自己的农业本身 农业技术的提升 农业产品的提升 农业服务的提升 农产品加工的提升 其实大有可为 过去农民面草黄土 背朝天 是靠天吃饭 未来农民要面朝屏幕 背靠计算 靠数据来吃饭 用大数据来预判来决策 过去的农民不会用PC 不会用电脑 但是今天的农民 几乎人人有手机 以后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 以前是不太可能 今天基本上都有可能 因为手机 今天的手机 比五年以前 这是电脑 不支要强大了很多